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今个星期三 我们明明看到好友大户在低位不断掃货 非常积极的数得 但星期四他又任由市场大幅下跌 昨天星期五市况单日转向 发生什么事呢? 昨天收市的时候 人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 星期四生效 值得留意的是 今次是全面降准 并不是市场预期的定向降准 立刻刺激市场 看一看 昨晚夜期 这一张是恒生指数期货 现在升了什么? 升了多少? 1.688% 这是恒生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 都是升了 当然 是升了1.929% 多一点 科技指数期货 大幅升了2.285% 看了这个之后 星期一 你猜一下 港股升不升呢? 昨晚美股又是显著 升了 动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升了400多点 以为就劫好仓 谁知道 原来那些好友大户 特意退一退 然后就将你一网性禁 那星期一 应该是跌弹仓 我们接着想看的是 先试试这个 好了 我想跟大家看 经济通HP2 版块360 功能 先试科技指数 成分股 总共有30只 现在是31只 因为有一只 parallel trading 金山元件 其实只有30只 用这个资金正主动买入 由多至少排列 最多的是 11亿资金正主动买入 是说昨天 是小米 快手排第5位 4亿资金正主动买入 阿里巴巴 腾讯 7亿资金 快手排第5位 4亿资金 那头10位 快手 阿里巴巴 都是跌的 其他 收市的时候 都是升 昨天的升跌多 明显的是 小米排第1位 足够5% 其他都不够 如果过去5个加日 表现就一样 就是 升的足够5% 就没有了 而跌的跌幅 是有的 就是快手 和 比利比利 分别是16.6% 和14.7% 阿里巴巴 快手 创52周新低格 同时创52周新低格 但是排在后面 就是平安好医生 百度 万国数据 和新东方在线 那些排在后面 我们不说了 只是集中看 头10位那两个 創了52周新低格 有阿里巴巴 快手 看看 他们主动买 沽比率不太配合 虽然创52周新低格 虽然创52周新低格 是低位有很强的主动买半支持 那再看 他们的收市位 原来都是高 加拳平均价 即是成功单转向 看看其他主动买股比率 显眼的 有值得说的 有1个 就是69-31 海尔自家 代表他昨天低位26.2 是成为了即是重要支持位 还有就是看看量比 那我特意给多两行 就是Bedda 系数和市值 足够3倍 就没有的 那我们排排市值 现在这30个 哪个市值最大 你也知道 腾讯 阿里巴巴 美团 京东集团 还有小米 即是什么 A T M J 不是 J不是这里 J M是这个 再来一次 A 指错了Mouse T M J X 而一个次序 就是T A M J X T A M J X 市值 大小 先收到这个 稍后 我会和大家 详细 一点 不太详细 因为我都说了 头五个 ATMJ 最新的形势 星期六 周末 好 我们看看这个 第一个 和大家做了 我的证券彭绑 刚才那三十只 科技指数成分股 排第十位 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十只 如果计动力来计 家园动力来计 A T M J M M 去哪里? M 排第二位 说了 A A T M J X 好 阿里巴巴巴排第四位 可以 看完这个 之后 就顺便提醒大家 明天是上投资影音教育 明天我们继续上成功短炒股票的 如何成功分批进出市 所以 还未是Planetino Diamond的Patreon 就立即 在用户设定中 事行 升级 部份月费都要上堂了 过去总共 六十二堂的科学堂 都要上完 但是下次再过数的时间 如果来给月费 就是 到月一日 下午四五中 如果说 我支持月费生的 我给年费都可以 谢谢 就有九五值一位 不说这个 这里有一个 五个级别的 可以看到的东西 不说这个 我会说回我们的五个 不如我们顺次随 我们顺次随先说 A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A A 阿里巴巴昨天 看到 创低位 开始无奈 189.9 接着就很快 急升上高位 在190.9 由189.9 升上196.6 而在高位反复滑行 这些大家都懂得看 历史波幅 我不说 你比较 如果行生指数 大概12-13 风险多大 自己比较 1个5只 不愿意逐一只说 这只等于行生指数的两倍多 风险 由于我们说的是 超短线炒卖 我不是叫成功 为什么呢 我预计超短线 见底的时间 是星期三 谁知就不是 星期四和星期五 时的各别股票 我迟了一天 两天 我才摸到底的 不过我没有让鎮老出说 先看看 资金流向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资金流向 资金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 是56.44 配合升势 为什么升势呢 因为收市位 是195.5 是高于加团平均价 193.99 8.8 整体来说 全日买货的收市 也有唱片利润 所以我当是升势 加上亡米也是升势 然后呢 至于过去五个加团平均价 我不说 自己比较 自己比较 我说个重点 成交增加了 减少角色 大家自己看到 卖空间比率 升了跌了 大家可以看到 重点是 全日的低位 是189.99 曾经在190元 捉起即市房线 卖家 然后房线一路推上去 很明显 推上195元 临收市前 还进上 未成功 什么叫未成功 因为这条不够长 如果这条是长的这条 我就说成功 就升上195.64 看来星期一开始 高开也没什么走鸡 例如 高开之后 回到多少 回到多少 在高位 有没有 累积很多成交 还要站在上面 这是新的支持位 如果作为超短线投机 很简单 就把指站位 或者指示位 一直往上 跟着巴 哪条长的 又往上 暂时放在这里 一直往上 说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说阿里巴巴 成交量 由于这五个都大 全会用500万 要求 最少有500万港元 每中的成交 才计算 自动对盘 标准自动对盘 一按 总共有130充 增持都激烈 我说的是 特大户 和超级大户 如果这样计算 距离平均价 记住这个数 昨天 是193.64 就是为大户 最强的地方 并不是195 而是193 多 主动马股比率 60 比40 不错 是配合的 形势应该在189.9 见了短期的低位 我说短期 只不过是说 不是短期 应该说 超短期 是短期一个 是即时至一星期 即是未来 每个星期 机会大了很多 接着 A说完 AT 706 我忘了锁 不忘了锁 就麻烦点 那算了 我逐个打 706 逐个打 其实经济通有个功能 可以将股票 我说过了 我转一个 全都转了 好 先看 腾讯 腾讯和阿里巴巴一样 是创低位先的 全月低位509.5 接着就升上去 542元 收市都在高位 重点是看 收市的位置 高不高 当然很明显 看一看 538.5 高过528 640 7300 高过 好明显升市 单日圈 升市 A省会转动买沽比论 一样 一样 所谓一样 其实记不记得大家 我昨天分析了腾讯 很详细分析 在第二段 刚才的分析 还没看 很详细分析了 短中长期 我就告诉大家 在人中的时候 虽然它是急速反达 但那些大户沽家 还是沽斗积极的 但原来收市之前 它就修炼了 又或者可以说 大户买家还击了 令主动买沽比率 不再低于50比50 现在50比50 旗鼓相当 好淡相当 最后 录得资金城主动买入7亿 刚才的阿里巴巴是多少 多好 都是7亿 但如果比较先前 比较 是不是漂亮很多呢 再看看 7亿 不是特别漂亮 之前 资金城主动买出的日子 多 支持位 即市支持位 如果我看这里 收市在高位 看这里 看即市之外 应该是这个 这个是多少呢 533.5 新的即市还要支持位 但上面有个阻力位 540.5 原来在昨天 在高位 在这个位附近 沽货的很厉害 沽货的很厉害 你看 星期一开始 会不会冲上去 但是 形成很厉害 很厉害 有一个新的即市 重业支持位 说了腾讯 腾讯 看了他的成交金额 如果是500万以上 就是特大户 超级大户 有646中成交的 这个就不一样 44 比56 对不对 就是说收市前 可能是炒家买上 散户买上 但是普通大户买上 但是超级大户 特大户 似乎不为所动 照看 就应该阿里巴巴 跑赢 即星期一 跑赢 或者星期一 星期二 跑赢 这个腾讯的机会 是大一点的 加均平均价是526.56 接着是ATM 美团 美团 美团又是这样 看见低位 258的走势是一样的 那我们关心就是说 收市位高不高 加均平均价呢 加均平均价多少 273 高个 一样均息 那我们看这个美团 3690 3690 美团 B3的主动买沽比率 好点 55比45 即确认这个 升势的 主动买加 控制局势的 绿德资金正主动买入 相对过去的几个加日 就真的不错了 8.9亿 支持位呢 是 下面看一下 下边 就由这个 275 就上了 279 的 上面 左力位呢 就280 都不止了 这个 280 这张图 原来呢 美团在高位回落 那个幅度 是较大的 就不止于 刚才 腾讯 扎回回 最重要 就是 升上去280 最好就是 282.2 这条都很长 上面站稳 就是开市之后 下个星期一 再看看这条 3690 3690 500万万以上 成交 有189 主动买沽比率 59-41 配合升勢 加团平均价 270 5.249 亦都比腾讯表现好 那就是说美团 AT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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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美丽一点,过去几个家人是一直数过的 不过昨天数量不太多,1.7800多万 比过去五百交易平均的2.6200万是为少的 支持位已经由275息市支持位上了278个落 再看看成交分析如何 成交分析,只有11宗 特大户交超级,特大户成交 这些市值比较小 看一看,不一样 主动万股比较40-60 未成气候,大户还没有很积极入市 不是,不是,正确是,正确是 正确是,正确是,正确是 交易平均价是276.40 六仙的,零仙六 不是零仙六 最后,小米应该漂亮了吧 好啊,看不清手势的表现 看一看,小米就漂亮了 漂亮在什么呢? 今种最低位都没有创传越新低 刚才四只创传越新低 好,一开很快 弹上来再落 大头就弹了 再试一试底先 试底是25.4 接着就急升上去 26.95 然后高位反复滑行 收市位 当然高的加权未分析 再看 小米的资金流向 嗯 非省主动买股比率 很漂亮 6.1%比39 高的平均过去5.6%交易 平均4.9%比5.1% 资金前主动买入 急增到11.3870万 过去几个交易 你看看,红色的多 红色就是资金前主动买出 过去20个家人 最多这日 既然这只这么触目 我们按多个表给你们看 刚才 不要看过去20个家人 我看过去50个家人 原来呢 过去50个家人 是这一日 即是5月20日 落得12.2600万以来 昨天的11.3900万以来 是第二高的 OK 看看哪些数字 我拉一拉给你们看 定格看 有兴趣的 好了 接着呢 支持位 我们现在在这里 就是这里 看上去 这个是多少 26.5 已经上去 如果你说 这个位置 守不到一路跌 就要看 这个26.2 不过 应该不会的 星期一这么强细 5只之中最强细 反而应该看 即使阻力位 26.8 会不会成为即使重要 支持位 看来 机会非常大 那我们再看 因为它的成交 这个是180小米 小米 500万或以上 即是由这个 特大户 加超级大户 它们的交易 它们的交易 175宗 主动买沽比率 58.42 叫做配合升势 也是 配合升势 26.7收市 高的家庭平均 26.42.5 那还不是升势 看样子就知道 这个图 家庭平均价 26.43 可以被视为短期的 重要的 好淡分水嶺 那就好了 那就 今天就 分析了 主要我是分析 ATMJX 这五只科技股 大型大市值的科技股 市值最大的科技股 都分析得很详细 那大家就 星期一的时候 就 小心这件事 如果已经跟了我 是超短线 投机入了市 如何出市 呢 用不需要走位呢 我初步回答你 是需要的 问题是走位 全部货走位 还是走一半呢 或者是走完之后 怎么做呢 什么时候走呢 如果你是高级或以上的 订户 那你留意 留意 什么呢 留意就是 即市感浪 我会透过电邮 发出即市 发出给大家 教大家 如何做的 你留意到星期五 昨天 我没有发出过即市感浪 为什么呢 我免得大家害怕 否则都不用做事 不要让它震出局 不如我就不发 所以不一定发出 不发出 不发出 未必一定差 Sometimes we say no news is good news 明天投资 教育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立即赞好 订阅和follow 我们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和你一起 并肩作战